民進黨當初推數位身分證政策 但各自外洩一律緊急喊咖 耗資十億的政策 最後得賠廠商2.8億 但立委大爆料說賠的錢大有問題 1.9億為何變成要賠2.8億 再加上機器費用3.9億 等於是把6.7億公帑丟水裡 而當時行政院長是賴清德 內政部長是徐國勇 如今拿百姓的錢去賠錢 大官怎麼能如此雲淡風輕 誰拍板決定呢 不就是賴清德嗎 拍板決定那個人不需要去負責嗎 他們就是不斷在幫台灣人賠錢而已 這一群賠錢貨 台灣人真的還要支持他們 內政部長林又昌還說賠2.8億 是把耗損金額降到最低 這是最好的結果 但政府錯誤的政策 讓老百姓莫名其妙賠上機 為何在大關口中還說是好結果 彷彿是在幫百姓謀福利 真的是站著說話 不要疼 完全是一個粉飾太平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 今天如果是出林又昌的錢 或者是把陳建仁的薪水 拿出來扣底的話 他們會不會心疼 他們的月薪是不是要強制扣薪 一起跟著國家賠償 然後到時候花的錢 然後賠的錢 其實都是民眾的血汗錢 數位身分證政策錯誤 讓全民正培 大關沒人說抱歉 自滿自誇態度 難道還要百姓說聲 謝謝你